那你有没有好奇过 我们来第一采访这个需求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报纸会跟你 我也很好奇啊 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 你有没有听出来我们今天问题的这个主要的方向吗 就是一直在 我可能在这个各个这个群体里面 它是爱豆出生的 对 它是爱豆出生 就是一方面 我们是觉得爱豆和它有闪光点 但是它这个群体其实 避免不了它周边有一些杂音 实话说 我说实话实说 那如果说是线下的社交有一个陌生人说 哎 博源请你介绍一下自己 你会怎么介绍 我就会说我是一名歌手 但我一般会说得更口韵化一点 我是唱歌的 唱歌的 然后说代表做什么 您唱过什么样的歌 我直接会说 目前为止说实话还没有什么代表做 还在续续立中 什么蔡国庆老师 对 小信啊 都玩得非常 还彻底放飞了已经 你觉得你彻底放飞了吗 我说实话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这是一种人生的豁达 因为像现在我还就是不会不愿意 我现在依然不愿意剪掉刘海 这是偶像包袱吗 是 因为就是会习惯自己在镜头面前是一个安全的发型 文汇报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披荆斩棘的哥哥博远 什么 在这个节目最大挑战就是因为我 大家觉得我唱跳很厉害 所以我在这个节目做选择唱跳舞台就是很不惊喜的事情 其实唱演舞台就是我渴望又有点害怕的东西 因为我在舞台上演戏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毫无经验的人 因为站在舞台上去唱跳对我来说是如鱼得水 我知道每一步该怎么做 我知道怎么互动 我知道怎么表情惯例 但是如果在舞台上演戏这个东西 就如果没有时间准备的话 我就会觉得上了台就一下那个地方就对我来说很陌生 所以唱演舞台呢 它本身一首歌的时间 时间有限的情况下 我能够在这首歌集中去展现自己目前对表演的理解的话 我觉得对于能够去演长的音乐剧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锻炼 但是因为看了那个披荆斩棘前两季的唱演舞台 我就发现原来这种综合舞台经验节目上面 你带上演技去唱歌 会让这个歌的感情表达更深层一些 能够打到人内心一些 舞台数量品质这些东西没有一个满足的 我说实话啊 我是觉得舞台这种东西只多不少是最好 因为它就跟司机开车上路一样的 你开过越多奇奇怪怪的路 大大小的路 别人才能称你唯一一具老司机 站上比如说像世界杯这样级别的世界级比赛的开场啊 或者是说奥运会的开场啊 或者是说这样级别的舞台吧 总要说啊 对啊 不说那就不是梦了 其实我觉得有句话是什么 我说蛮好的嘛 英雄不问出处 因为我实话说 我觉得能够来到这个节目的人都不简单 因为他们一定有自己闪光点 才能被导演组看中说 需要请来这个节目 初舞台的那个表白这首歌设置了踩椅子的环节 这个歌其实比较开心的是通过一个在这个舞台上 视觉上有上下左右高低的这么一个舞台呈现 给哥哥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印象 哦 这个小朋友他是会上会跳的 这是我觉得开心的点 那唱演舞台上其实就是给观众的一个新的面貌 我以前参加其他两个舞台经验的节目的时候 我的年龄分别是26岁和28岁 现在是30岁了 也不是说年龄的问题啊 只是因为在这个节目上有更多的压力 跟其他两个节目是不一样的 因为你在其他两个节目说实话 大家都是积极无名的训练生 那个节目也能够被更多人看到 所以大家更多是一种 不用顾及说 我在这个舞台上我应该呈现什么 而是应该说我要尽力呈现什么 那在现在这个舞台里面 我们尽力呈现什么的这个想法 有但他可能会放在一个队伍 但在整个节目里面 其实更多的是要讲究 如果跟哥哥们和谐友好 且能够真的交到朋友 且又能够展现自己能力的这个平衡感 那你在队伍当中是 更享受做一个出主意的人 还是说是做一个执行者 我其实比较偏向执行者 因为哥哥们其实有很多idea和经验 可以用在我们当下的歌曲上 实话实说到目前为止 哥哥们提出的演出方案 或者是说舞台设计歌曲设计 都是我想不到的地方 因为很多哥哥以前是以舞台为主的 或者是以演戏为主的哥哥 他们很少有舞台机会 他们其实有很多表演和演唱的想法 是没有机会去呈现的 那来到了披荆斩棘 可以天马行光的去提自己想法 以前可能没机会实现 现在有机会实现 这个东西其实是契合的 其实有些时候 与其说我主动分享 很多哥哥他们会看出我的表情 有疑虑或迷茫 他们会来主动问 比如说楚神哥 他昨天晚上就会跟我去讨论说 如果我在舞台上最终呈现 或者是说舞台最终的演出方式 跟预期我们彩排不一样 他说你一定要及时跟导演组去沟通 去反馈 你不能说你怕得罪别人 或者你怕不好意思说 默默的就顺着眼下去 那楚神哥这一点 其实说的蛮好的 就是有些时候 直观的表达自己的观点 不是不礼貌 而是为了 你用合适的语气 或者说稍微强势一点的表达自己观点 是为了保证自己能够被更多人看到的那个镜头和结果 是跟自己想象是匹配的 我觉得这一点是对自己这个工作的负责 当我出现在这个舞台的时候 阿浦哥为例 他就很诧异 怎么以前没有知道你 但是你突然冒帅就觉得 你这个人底打得很深 是这样的感受 就由他默默他又有一种觉得 我好像藏了很久 突然出现惊喜大家那种感觉 路易哥 Kenny哥哥 关志斌哥哥 他们都是非常出色的演员 而且有非常丰富的表演经验和生活经验 路易会给你传输什么样的经验 他有时候会把他在这部 这个角色当中内心OS嘴巴读出来 让我感受到 哎呀 你说我在这拿这个纸吧 也不合适 那我就坐下吧 坐下看远方吧 他是这样的 他的内心OS是这样 因为以往大家对博演的认知 可能跟演戏是不大勾的 然后我也很希望自己能够在 就是舞台上演唱这件事情 能够呈现更多伪度多角度的表演 我觉得我的闪光点就是 一个到了哥哥的年纪 但是依然持续做的是 唱跳歌手和偶像这些事情的一个人吧 我其实当时跟团员讨论过很多次这个问题 我们觉得我们是很幸运的一拨人 尤其是我自己 在一个可能不可能被别人看到的年龄 却被别人看到了 搭上了这波木班车 以团体的方式跟大家见面 也因为这个机会得到了更多的关注 包括你看来批银展机 这就是也是一个通过了in to one 才能被大家看见 但是也觉得自己可能不幸的地方就在于 真的就是这个世界太多变化 以至于可能我们作为国际团成团 没有实现很多我们最开始实现 想要做的事情 巡回演唱会之类的 一件事情你看从哪个角度看了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幸运的那一面的 那么因为之前你也说这个有过野心 是想做中国最好的操跳歌手 来这里之后这个野心有调整吗 没有调整 还没有发现我自己的歌曲之前 我就会发很多的翻唱 和我自己能够演唱的作品的训练室版本 真的就是受现场环境声的唱跳的方式 给大家呈现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屏幕感受到这种表演形式的魅力 赤裸裸的给你展现这个这样的表现形式 不加修饰的 那现在有机会发自己的歌曲之后 我就开始把自己能够掌控的每一首作品 用这样的比较直观赤裸的方式 给大家展现这首歌该有的完整的形式 因为我看过很多现场表演 不同圈层的现场表演 我看完以后我就对音乐不同类型 画不同的圈这些事情 其实就看得很淡 其实我冷静的说 我可能事后去看这个演员 这个歌手 他的外形和他发的音乐 可能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但是我在没有知道这些的前提下 我看他的现场表演 我就会被他打动 因为我觉得音乐表演一定是要看现场的 隔着屏幕 这个是要天时地地人和 才能达到这首歌最好的效果 因为你不知道给你拍摄 给你剪辑和最终传播的媒介是什么 因为我吃过太多这种亏 就一首歌现场表现和我用录制现场的音源 但是我后期把我的人声和伴奏做的贴合 不让他听起来这么分家 直播的把这个环境直接通过一个不专业的人声和伴奏的这样双轨输出 让大家听出来是很分离的那种听感 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也是哥哥们告诉我的 他说作为一个男生来说 30岁其实真的刚开始 因为在这个阶段我也感受到了他们说的那个点 因为30岁的人他经济上可以独立了 他也仍然保持着可能在20代这个年龄层的稚嫩和野心 如果他没有成家 那这个稚嫩和野心可能还更重 那在这个阶段 当他有一定的经济能力 且还能够主宰自己的事业的话 其实这已经是很多人达不到的条件 所以是能够去完成很多事情的 我是很庆幸自己是大旗完成的人 因为回忆自己二十几岁 如果在那个时候 我的心态就年少成名的话 我可能也不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觉得我要做的歌只求一个点 和听歌的人能产生共鸣 这个共鸣不一定是带来所谓的点击率和流量 因为有很大一部分人听歌 是不会在评论期说话的 他只会默默点收藏下次再听 我就是这种人 我觉得歌手就是能够让自己粉丝以外的人 产生更多共鸣的人 我我想做歌手 但是我让别人看到的这个契机是IDOL 所以不能摒弃掉那个身份 但是同时也迈着歌手的路在前进 你做一个IDOL 你又要向别人认可 你给打破所谓的孤友印象 那你要做的就是在有限的展现时间内 给别人看到不一样的你 或者说给别人看到 你认为这个力量或者这个技能已经厉害到 别人对IDOL这个词是一下子这么打破偏见的 那是你的本事 我觉得没有两个都没有更重要之说 因为两个都是各自两个不同类型的艺人 牺牲了不同的东西所换来的果实 如果你其实能够被大家看到带来所谓的流量 那背后是厮杀了很多别人得不到的机会才得来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些是和自己关系很好的人 有些甚至是同公司练习很久的人 那有些他不是去100个人100个人都能成团的 这个东西就是有利有弊 因为博明度高 别人即使你不是流量型 那别人语言语气 因为你大家都认识 那谁生下来就是博明度高的艺人 那不是也是花时间 经历了很多别人看不见的会让时刻换来的吗 实话说也不会 因为我在团体里面的时候 我每一次还都是会真的把自己逼到绝境的去呈现每一个舞台 不管唱跳也好 表演也好 唱歌也好 如果这个表演它因为我而出现了瑕疵 或者是说因为我而让这个团表现不好 那我就觉得那是我自己的原因 但如果不是因为我而成了这个原因 我也不会后悔 表演的时候 你确实有更大的自由度去掌控作品的方向 拍摄的方向 呈现的方向 但这些东西 就像我之前说的 我每次呈现的舞台也好 音乐也好 就是想当下我的能力范围内 我能够想表达的观点和我想呈现的作品 它就长这样 但是你也会遇到很多人 就是你不可能让所有人满意 所以不会在乎这个所谓的成败 我很喜欢享受自己读书的时间 对 我搬了宿舍以后 我买了一个大电视 买了一个机顶盒 买了 然后把之前在宿舍的DVD拿过来 买了很多碟 然后就是会找时间一个人坐在家里看电影 就是白天一整天可以休假的时候 有的 有只要休假 我就会在家看电影 看电视剧啊什么 我啊 嗯 别加唱就行 什么 别加唱 其他的权利了 因为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 我很爱吃 我已经尽全力的会管理这个事情 但是我如果让我每天去吃沙拉 去吃那些轻食 我可能会疯掉的 那你不是还说 你多会儿时间没有吃米饭了 没有没有 那是2021年 我2022年就开始吃了 因为不吃米饭会掉头发 对 我还是要保一下头发的 因为它吸取的关注度和能量来源是来自于冲动消费 实话实说 因为你需要靠你的在舞台上释放魅力的表演 引起大家对你的某一种他们身上没有的所向往的某种形象 如果是我自己而言 我只会认为 爱豆这个东西 这个职业或者这个工作 我是因为这个 我向往这个工作 我是喜欢这样的舞台表现形式 所以我才 但是这样舞台表现形式 在这样一个环境下 它只能通过做这个职业来呈现 所以我才来去做训练生 做选秀什么的 所以但是 但是这个职业就会有很多的 我没有想到的这些悄悄慌慌 不能谈恋爱啊 还有什么身材管理啊 还有什么各种各方面 就是会觉得 那我只想 说是来做唱歌跳舞 你让我这个业要管 我想说好吧 会心里会想着 那既然它是这个 大家一个默认的游戏规则 游戏规则 那我就 OK那我是可以遵守这个游戏规则 那我要玩这个游戏 我就遵守这个游戏规则 觉得转型不是靠自己嘴巴说的 是大众给的 当大众觉得你不再是一个爱豆 你的作品和你给人的印象 足够成为一个歌手或演员 自然就会比转型 你再做 你可能做一些 比如举个例子谈恋爱好了 你去谈恋爱了 大家觉得合理 那为什么 因为你的作品大家觉得你可以靠自己的能力就能被别人看到 那它对你没有束缚了 我自己的能力到什么时候能被别人认可到你不再是一个爱豆 我也想知道 这个东西就逃不开那个经典的词啊努力啊 所以别人老问我说 哦你感觉你好拼啊 感觉你好努力 感觉你好卷 感觉你老做一些别人不做的事情 那我心里想 我不做那怎么办 停留在原地吗 我觉得胡哨上有句话说的很多 选择变迹比较更重要 你要找对了方向之后 在这个深刻开启之后 你所做的每一个事情 而不是说我朝这个方向 我要努力到这个方向的一个好的结果 证明给大家看 而是一开始就要选择好 你要做什么 比如说我不喜欢假唱这件事情 但因为选择不假唱 选择不假唱就表示那种态度 是为什么我想成为一名歌手 歌手没有假唱 我向往这个工作 并不是向往我能够吸引更多人 在我身上有多少冲动消费 我是喜欢这样的舞台表现形式